吉娜能将平淡无奇的土豆做成难得一见的人间美味。 昨天老公乔森冒于下山采购物资,牵着家中的老马。 一来一回,耗时两天时间,采购回来不少粮食和生活用品, 还特意买回来几包吉娜最爱吃的咖喱萃球。 吉娜今天总算有了口福,今天外面还在下雨,躲在屋子里反正闲来无事。 吉娜煮了满满一盘子土豆,又包了几个洋葱。 如果说平时吃饭只是为了吃饱,那么今天吉娜想要把自己彻底吃好。 吉娜拿着一尺长的大菜刀,对着洋葱切上几刀,将洋葱切碎切小。 煮好的土豆全部撕掉土豆皮,再撒上一把辣椒面和金黄的咖喱粉,整上切好的洋葱碎。 和正好的土豆一起拌匀,揉搓成泥。 这盘咖喱土豆泥只是今天的辅料。 随后正餐正式驾到。 先调上一碗调料水。 辣椒面咖喱粉壳,进往碗里堆。 撒上两把食盐。 最后倒上半碗开水。 化成一碗棕褐色的咖喱辣椒水。 如果有个柠檬的话,最好再拧上半个柠檬。 那味道肯定更加鲜美。 尼泊尔人不会造醋。 他们一般用柠檬来提升酸味。 炉火上架上炒锅。 锅中倒入少许食用油。 大火烧油。 油温一鼓作气烧到299。 买来的咖喱脆球,炸之前如同铜钱又恰似薯片。 抓上一把,放进锅中油炸。 随着油温的升高,脆球膨胀起来,变成了圆滚滚的模样。 一个个大小形如乒乓球。 这便是鼎鼎大名的咖喱脆球。 和咖喱粉一样都是源自印度的街头小吃。 炸好的脆球,皮薄内空,口感酥脆。 吉娜将脆球拿在手上,用手指按压出一个小孔。 塞入之前拌好的洋葱、土豆泥。 听着脆球发出喀啦喀啦的碎裂声。 我忍不住又流起了口水。 金黄酥脆的咖喱脆球。 在灌入土豆泥和咖喱汤汁以后,吃到嘴里皮酥脆内香落。 伴随着汁水在唇齿间的肆意流淌。 牙齿和舌头同时享受到完全不同的几种感觉。 特别美妙。 特别好吃。 特别特别。 咱们主页的橱窗里就有咖喱脆球和咖喱粉。 你不妨来上一份。 在家里做做试试看。 孩子们肯定都抢着吃。 吉娜盘着腿坐在地上。 一口一个吃得欲罢不能。 忍不住闭上眼睛认真体会细细品味。 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。 看到吉娜吃得这么享受。 我的口水都快流到了地上。 这么独特的东西。 你想不想尝尝? 感谢观看。 谢谢关注。 下期更精彩。 下期更精彩。